Hello,大家好 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免费的四核32G的Linux VPS 这个免费的服务器它是得编系统 XY6的架构要比我上一期介绍的IBM的要使用着更方便一些 注册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一个GitHub的账号 而且不需要信用卡等等 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首先是打开这样一个地址 这里是需要登录的 我这账号已经登录了 然后我在文章当中也强调了 就是你这个账号的邮箱不能是QQ邮箱 最好是换成Gmail 好了,这样一个库我们直接Folk一个分支 名字不用变 直接点击创建分支 到这一步呢,我们先放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到 它叫NG-Rock 我们到这里来获取一个授权的令牌 在这个页面呢,我们直接选这个 Login with GitHub 也就是我们用刚刚的这个GitHub账号登录 直接 授权 这里 点击一下同意 然后创建账号 它这里边说我的这个邮件地址已经存在了 那我用Google账号登录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就到令牌这里 复制这样一个令牌 然后呢,再到GitHub 在这里要修改一下 你自己库当中的Config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在这点编辑 那这里的Token 我们就粘贴 我们刚刚复制到的这个 然后在下边点击保存 保存以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库的主页 也就是这个地址 前面是GitHub.com 然后是你的名字 然后是XSSH 这个地址呢,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到第四个步骤 打开这样一个地址 好,我们在这儿直接点击 Login with Github 好,这样就直接登录了 登录以后呢,我们在这儿创建一个容器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下 Get URL 也就是从一个地址创建 这里边我们直接写IMA 这里写主要就可以 Launch 它开始运行 跑码以后呢,我们要稍等 大约是一分钟 两分钟或者是三分钟 好,现在这里边出现了一个web 我们稍等,它刚刚开始启动 在启动中,我在这里稍稍讲一下 那这里是重新安装 然后这里是删除 好,现在这里呢,已经显示运行当中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到NG Rock 好,现在大家看到了吗?它已经出现了一个地址 在隧道这里也有 在这里你也会看到 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只需要这样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把它复制出来 这里显示的是一个TCP的地址 我们先把它拷贝到这里 然后呢,前边的这个去掉 后边的部分,我们把它分开 那这个地址呢,就是我们要进行 SSH连接的地址 是这个 然后它的端口 正常的SSH连接 端口是22 那在这里呢,我们选择的是 它后面给出的13288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可以连接 在这里点击是 用户名是root 密码在这里 在这里 好了,那现在已经连接了 我安装一个HTOP 然后通过这一个软件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台机器运行了109天 然后是4核32G 在这里显示31G多一点 正常应该是 应该是32G的吧 然后它的系统架构呢 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 后面的这些 如果你认为写的比较有营养的话呢 你可以来看一下 那今天的演示呢就到这里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的Octato它是 也有付费的套餐 那这个NGROKE它也是可以付费的 如果你有更高需求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付费版 那这台机器事实上这几个页面 全部关闭以后 仍然是可以用的 我昨天已经测试了一整天 没什么问题 那今天呢 录成视频 然后介绍给大家 如果在使用当中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进行讨论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